大家好,欢迎收看您是谁聊 今天先聊两个中国的金融新闻 然后聊一下阿根廷新当选的总统 以及阿根廷这个变化对中国的启示 我想说的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在演化的危机 其实比很多人所意识到的还要严重的多 而且他对整个中国 甚至对中国人整个民族的冲击 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我觉得很多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人 可能真的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再聊两个中国的社会新闻 它反映的是中国当前这种恶化的经济状态下 所有可能带来的中国的社会运行方面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首先是北京突然成立了一个中央金融委员会 原来是这个金融委员会 我看了一下是今年三月份成立的 然后之前是在国务院底下有个什么中央金融 什么维持金融稳定什么委员会 那个已经被撤销了 也就是说直接把这个国务院所领导的一个金融委员会 直接给他拔高到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然后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最近爆出来他的主任 就是他的负责人是李强 中国总理李强 然后他的副手 也不能说他的副手 他是一个办公室主任和他的书记是何立峰 何立峰是习近平的一个从福建带来的一个亲信 最近得到了非常多的重用 包括这次习近平访美和立峰都是一个副手的那种作用 显然呢 这种安排就是让人觉得很很奇怪 我想第一个观察就是中国的金融呢 现在是处于一个巨大的问题当中 这个我前两个视频也说了 中国金融危机说不定已经爆发了 已经在轰轰烈烈的开发生着了 但这个时候突然把李强拿出来作为中国的中央的这个金融委的领导人 负责人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 20年的时候 当时疫情全面爆发的时候 然后成立了个疫情防疫领导小组 然后组长是李克强来担任 这显然是一种甩锅行为 因为当时疫情爆发了 习近平显然就赶紧就躲到后面去了 这责任 然后成立了领导小组 由李克强出来领导出现问题 由他来负责 因为当时那问题很严重 然后习近平就名则保身了 现在也是同样的事情 金融上出现了巨大的危机 然后李强出来当领导了 最后出了巨大的问题不可收拾 那显然就是你这个金融委的主任的问题 这是一种很明显的 我觉得习近平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明显的 他是很让人觉得有点不齿的这种行为 他也不做任何的掩饰 就是让我的副手来替我顶锅 特别明显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他做啥都可以 反正就是到时候该谁来负责 就把这位比如说李强拿出去负责 就我是这样认为 但是呢他又不想让李强呢 获取太多的这种权利 然后呢他就让何立峰 他的心腹去制约他 成为他也不说他是副主任 他就是他办公室主任和书记 他其实这两个人可以看着 有点像平起平坐的那种样子 这种人事安排 这种甩锅明显的甩锅的行为 就表明中国的金融其实 已经没办法了 可以说是没办法 这种我们看他的危机 将会继续演化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两天呢 我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说中国一直在卖美债 就是把自己的美国国债 卖成美元 然后呢就在中国外储里边 这个美元的债务 美元的成分呢已经大量 美债呢已经大量的降低了 中国现在也是三万一千多亿美元 等值美元的外储 但是其中美债的 这个美债的成分只有九千六百多亿了 就大部分就不到三分之一了 其实这个这是一直在减 其实这种做法呢 它表现出中共的这个外储里边的美元流动性的急剧的降低 其实美债呢其实是最安全的一种金融资产 它为什么这么做就说明它急需美元 它其他的虽然它总体上 你看那美债降低了这么多 它总体上保持平稳就很神秘了 就不知道它把这个美债 它以什么方式能够让这个外储保持这么平稳的 它的外储里边是不是储备了大量的卢布 是不是储备了大量的阿根廷的比锁 谁都不知道 它的外储结构发生了什么巨大变化 但我们知道它的美元成分已经降得非常低了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表现 因为其他的 你比如说卢布 但我不是说它一定其他的都是像卢布这样的 但从它的外貌结构来看 它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这种货币互换 很有可能它的外储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安全了 已经飞 就是它的这个成分了 但它是不是有这么多 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从这点上看呢 我觉得中共可能它的金融状况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所以面对着他们知道 他们内部的像领导中央首长 都是知道他们现在真实的状况 只有老百姓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他让这个李强出来顶锅 就是这个这个太明显了做的 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金融新闻是 中国的政府呢 在搞一个房企50个房企的白名单 因为房地产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说这个中国一线城市 北京房地产都已经摇摇欲坠了 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危机 而且到处已经是属于普将 这个而且据说那个中国带有荣厚的这种国 这种太子党就权贵背景的保利 保利集团的房地产 它也出现了问题了 我说中国其实房企没有说能够不出现问题的 因为它大量房子卖不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 它需要去救房地产 它其实它有没有太多的实力去救 因为它现在 它的负债已经太高了 救房地产无非就是把更多的钱 扔在里面形成新的债务 它这个黑洞是已经形成了 它是没办法的 大家就等着自己的财产不断的爆雷 财产不断的消失 过后我们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就郑州那对小夫妻 以他们这个例子 我们就看到中国的房地产的崩溃 对整个中国底层百姓的这种绞杀 这种残酷的绞杀 已经会导致产生的非常严重后果 我要说的是它必须得去救 它怎么救呢 它又拿出真金白银来 它可能就搞一些这种虚的东西 比如说它来房企 白名单50名就列50个房企 它认为是最重要的 它必须得救到这房企 然后呢 号召这些银行去投资 去贷款 其实这一步呢 是虚虚实实的 这些银行 银行愿意贷吗 它扔进去都是无底黑洞啊 但是呢 它这种房顶 那你说这白名单有什么意义呢 它可能有个心理上的意义 就让你这些买房子或者对老百姓 就我的观点啊 就对老百姓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欺骗 它就让你觉得啊 反正我这50名 白名单上的这房企可能都是啊 我有银行在后面 至少我有意向性的啊 受信啊 就是我有意向性的 我给他多少多少亿的贷款 意向啊 这不是真的贷款 那你老百姓觉得这些房地产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可以买他的房子 我想呢 可能带有一种欺骗的心理上的作用 好 讲完中国这两个金融的这个新闻之后 稍等一下 好 我们讲到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呢 我就想再提一下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呢 有一对这个郑州的夫妻 其实蛮有名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 他们自己制作的视频 然后他们这件事呢 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了 而且非常有代表性 我们就来说一下 他们的这个经历呢 是不断在进展当中 他们其实就是非常普通的一对小夫妻 大学毕业 不是太长时间 还是工作了好几年 然后呢 大概在两 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他们的新闻就是 他们俩凑钱 他们工作了几年之后呢 终于凑钱买了辆车 买辆车之后呢 终于他们掏光了自己父母的钱包之后呢 他们买下了自己的一个房子 融创 你让开一下好吗 之所以网络对他们这件事 对被他们所感动了最早的 就是说他们刚买下这种房子的时候 他们那种欣喜 他们拍了视频 真的那个非常感人啊 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其实这两个人呢 收入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那他们按照自己当时的收入呢 他们认为买了这房子 他们在付掉房贷之后呢 剩下的钱还够他们两个生活 也是精打细算过之后的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其实也不是不测风云 中国的这个 中共的这个房地产经济 已经到了这一步 他已经到吃人吃得这么严 严重的地步 就这种非常 勤勤恳恳恳的认认真真的 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事情的 最典型的一对小年轻夫妻 也就是甚至我可以说 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他们是中国 下一代人的希望的 这样一个代表 他们居然都掉在了这个坑里面 这个根本就不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买了这房子 按百分之六点几的房贷 在交着房贷 但他们的房子就烂尾了 还是融创这样的大公司 烂尾之后 他们就拿不回来自己房子 他们就不断 他们刚开始还很 还很乐观 认为自己房子就是进展慢点 并没有烂尾 但事实最后就证明 他们的房子烂尾了 就拿不到房子 拿不到房子 他们还得交着房贷 房子又卖不出去 又脱不了手 那这一对辛辛苦苦工作了 好几年 把自己双方父母的钱包都掏空了 小年轻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中了 那怎么办 他们就摊上这件事了 这件事是谁强加给他们了 谁毁了约了 当然像他们这样的夫妻在中国还有 我们说中国不是有两千万套房子 没有收了钱 没交付吗 那还有像六千万 几千万像他们这样的 都是属于这样就交了钱 拿不到房子 然后自己就瞬间就陷入了破产的地步 然后他们自己就开始陷入了 他们就不断的去找这个房开商 而且他们房开商还非法的收了他们的钱 还没有 应该退给他们钱 他们没退 所以最新的进展就是他们去房开商要钱 当地 去要这个钱 对方就躲他们 躲不过 对方就找了地痞流氓的 还有自己的手下就在把他们打伤了 还把他们的手机都拿走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报了警 警察来呢 显然警察就是站在房开商那边 最新的情况是他们俩就拍了一个视频 他们被封口 他们自己封自己的口 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非但他们遭遇了不公的对待 非但他们的前辈人 这种非法的 对方非法的违约了 不赔偿他们 占据他 拿了他们的 收了他们的费 不退还给他们 而且打了他们也不负责不负有任何的法律责任 可以说是这两个人陷入这种困境当中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用视频的方式透露出来 还好他们现在他们的那过去他透露的视频还流传开来了 大家把这个故事完整的看到现在 但从现在开始他们已经说他们被封口了 他们就有个交代把他们的嘴子封了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看不到太多他们的进展了 但这两人呢 可以说是他们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储蓄被搞光了 自己的房子很有可能 你供还是不供 烂尾在那 自己房子也拿不到手上 也住不到东西 也住不进这个房子 自己等于说所有的劳动果实不仅是现在的 未来多少年的劳动果实全部被剥夺了 但是谁为此负责呢 没有人为此负责 并且他们还还会被封口 那这样的事情我们就看出了什么 看出其实这是非常典型的在中国 这是一对小年轻 你看这对小年轻 他们想自己有个窝的这种可能性都没有了 他们做错了什么没有 他们去投机了吗 没有 他们老老实实的正在旅行 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权利 他们照这样他们生活不下去 更别说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安安稳的小家 然后自己再抚育下一代再生小孩 你看他们的生活注定开始不平不平稳了 没办法安稳下去了 因为他们被陷入到这件事情当中 他们拿不坏自己的权利的情况下 也会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去工作 甚至他们还会因为这个被打压 就连这么一个底层的最 没有 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就非常的弱小的这么一对普通人 他们都会在这个强权 以及强权所带 强权自己的这种旁之末节的这种 比如说手下的这些爪牙 比如说这房开上 在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被碾得粉碎 然后在这个强大的这个国家机器 就是他中共的房地产这套体系 他的吸血已经吸到了 把他自己的国民 已经吸到了国民就活不下去的程度 还别说能够正常的繁衍下一代 所以其实中国现在是面临一个极端危险的状况 中国面临这么一个这么伟大的领导 就好像今时已经出了问题 但是又没有任何的那个阻止 他还有很多人在帮着他 他的周围的那个那个集团 在帮他集团掌控了国家机器 他们能够调动的资源 调动的人力是非常之大的 这从某种宏观程度上说 你认为你可以说中国现在在自杀 由习近平带领的中国人 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正在自己往自己身上捅刀子 只要看见每年出生人口的急剧下降 那今年有多少人 多少新的结婚的人 今年出口人出生人口新增 新生儿人数估计在七百万甚至以下 这个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去年还是前年都还是在一千万以上 这两年时间能降这么多 不用多少数据 再过两年什么降到五百万四百万以下 都是有可能的 那可以说中国就是一个没有新生儿的国家 这种国家这就属于断代啊 这就属于绝种了 你只要断代一段时间 就完了 就结不上了 你一旦这个人口上形成一个大坑 你这个年龄阶段没有育龄了 那你这个进人口就急速的下降 你就全部等着老化 没有人结 你没有子孙了 这叫做断子绝孙 中国实际上现在处于这么危险的一个状态 但是中国人呢 却属于温水煮青蛙 好多人觉得我还吃得上饭 我还能吃得上肉 我还可以看着电视 我还岁月静好 是没有人在 是共产党把什么事情都消音了 所以呢 其实中国是处在这么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当中 但中国人自己不觉得 好 我再说一下 阿根廷的这个新总统的这事 这个事虽然跟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我要说的是 阿根廷这个国家 也是属于一个击重难返又属于严重的危机当中的国家 但他还好 他有一个选举制度 他终于在忍无可忍 在老百姓对不断失败的阿根廷政府 他自己曾经尝试过很多的不同的经济政策了 失败之后 阿根廷人自己选出了一个相当激烈的这么一个改革者 这位叫做哈维尔 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纯自由派了 他具体的那措施包括什么 砍掉了阿根廷的 他要把政府急去精简 要把政府的这种开销大幅降低 同时他要把阿根廷税降低 也就是说他要让阿根廷的经济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让经济处于一种非常自由化的程度 以此来吸引海外的投资 让阿根廷人自己能够做生意 能够叫做优胜虐待 虐待能够逐步的积累他的财富 他的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政策就是要把阿根廷的匹锁给废除了 然后用美元来替代匹锁 特别是在阿根廷现在 他的货币已经失去信用的这种情况下 他把这个匹锁废除了 这一点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必须的必要的一个 而且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做法 可以让阿根廷呢 至少他有一个 因为货币是这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润滑机 你一旦货币出问题的时候 就没有润滑的东西了 因为没有人愿意用阿根廷的匹锁 阿根廷匹锁拿起来 他已经没办法成为一种等价物了 而且实际上阿根廷现在已经逐步自发的 在向比如说用美元的方向过渡 只是民间自发的 大家都要来穿美元 大家不想用他的匹锁 这种情况下他把匹锁废掉 然后用美元真正成为他的货币 他就会让这个经济能够有润滑机的 能够比较好的运行起来 否则的话一个急速贬值 快速贬值的货币 对这个经济没有任何好处 我说这阿根廷的这个事情 我要说的原因是 因为阿根廷他本身就是一个军政府 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国家 在他的历史上有很多次军事政变 有很大的军队 他的政变完了之后就变成独裁者了 也就是说他并不完全是纯粹的民主 他在很多情况下被军人干政 然后在有些时候你都不能够成为他是民主国家 但他现在呢真正的推出了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个 很右派的一个领导人 那这就是一个交 这就是一个自我的交证 他现在他原来一直缺乏这样的领导人 当然他的政策有的是比较极端的可以说是 那他能不能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但至少阿根廷现在有一次机会 他如果这个新的总统用了新的政策之后 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带来一种良好的改变化 那个信心会很快回来的 那阿根廷很有可能 你像马斯克都在推特上说 阿根廷将会走向繁荣 繁荣阿根廷将会迅速的变成非常繁荣的一个国家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整个阿根廷人民他们是有希望的 但中国人没有 中国他最缺乏的就是自我改良的意识 自我改良的机制 他整个他就是有这么 你看习近平这次访美 他180度大转弯之后 对美国拍着马屁就去访问 但是访问完了之后 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效果之后 他回到北京 这才没几天了 北京又开始放什么长津湖了 又开始和俄罗斯进行高层的紧密的沟通了 你感觉到突然他又要转向了 我上个视频里面就说了美国的分析师对习近平的这次的三个可能的分析 他这次对美国的突然的态度转向的三种可能性 他调侃的那个就是说习近平也许本人他自己可能精神上 他的意识 他的 他是人格上 他的意识上 他是有问题的 他的认知上是已经出了最大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可能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 精神上特别不健康的 说在他面临着极端的两只手到处都是危机环绕的情况 他可以今天180度大转弯 隔两天之后再180度大转弯回来 其实这种状况也就像一个人开车 我觉得我走错了 我180度大转弯原地掉头 再开两步再180度大转弯 遇到这样的司机 你马上就得让他下车 你得换司机才行 但中国现在有任何一条机制能够让中国换司机吗 相反 习近平他还把持操控了中国的所有的国家机器 还笼络着几千万上亿的人 在他周围朝着那个方向走 义无反顾的往来走 所以现在你看 如果中国现在开始又开始骂美国了 不奇怪 然后他又开始在和俄罗斯 在和中东 支持巴勒斯坦这些上面又开始 又开始一搅乱世界为目的了 其实他的一项的宗旨就是说 在他遇到了巨大的问题水深火热 他自己搞不下去的时候 他就想着把这个世界搅乱 但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吗 这个逻辑有巨大的问题 你就算是你成功了 其实他根本不可能成功了 他只能给自己挖更大的坑 就算是你成功了 你把西方就像你放了一个病毒出来 把西方搞得水深火热了 中国能够就从中间走出来吗 西方水深火热了 你中国就好得了吗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自己家里面失火了 你把这个火点燃你的邻居的火 你把火到邻居下去放火 你自己的火就能消失吗 你的房子照样也被烧毁 这点你避免不了 你的问题你要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到别人家去放火 中共就是这样的 他自己遇到大问题的时候 他就觉得在全世界去放火 把全世界搞乱 他就能够得救 这个是什么逻辑 显然中共的领导人 现在就是信仰了这个逻辑 其实他也许就是个精神病人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中国人没选择 没得选 当然这和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性格 有关系了 极为懦弱 长期被洗脑 好 那我们再讲两个社会问题 中国现在形容到这个政府 已经这么大危机了 好多人还能够 叫做岁月静好 你们岁月静好的了 我们就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 北京还有几个 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非常严重的 少儿的呼吸道疾病 肺炎 非常难以解释 这所有的儿科都爆满 而且你看那个最新的新闻 最新的消息 好多人要等上24小时 才能看到自己的小孩 也是高烧 你在那排队排一整天 你都拿不到药 就非常非常恐怖 而且这个很多小孩 每天都还去洗肺 到底是什么问题 现在居然中国的医疗体系 没有给出一个答案 说是什么医院体 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对此并不是特别相信 会不会是一个新的 新的有一种变种也好 它有意无意释放出来东西 我不好去断言 因为这是刚刚开始 我希望它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传染病 因为说实话 现在我们在澳洲已经 这个卫生部门已经在说 有新的疫苗又出来了 因为现在的变种太厉害了 而且呢 现在住院就必须得到医院治疗 因为新冠必须得到医院治疗的大增 你说现在 那个对已经过去的 那个新冠的抵抗力呢 现在在下降 或者有新的 你还不能够完全免疫的 那种变述在出现 但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面临着 这个儿童的肺炎的问题 可以 是不是中间有些背后人微的因素在里面 一个巨大的问号在那 还有一个呢 就是 香山 北京香山 这个船産的这些香山 有在坐缆车的时候 突然掉下去 十几个缆车 这个有人在微博上发了这么一条 但很快被删除了 说是他看着眼前的这个缆车 撞在一块 被你全部掉在三崖上了 而且连着人和车一起掉下去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公共事故 但是呢 这个事故呢 它是怎么处理 第一这个事故很严重 你那个还在运营的缆车 主要会出现人车一起掉下去 但死了多少人不知道 这事故非常严重呢 最重要的是它没有报道 然后它把它深深深的压下去了 不漏 然后是不漏 这风水 然后在 就是毁失灭迹了 然后在这个互联网上 你很难看到在相关的讨论 这件事情就会被压下去 其实这件事情说明的是 中国因为这个政府 因为逐步的陷入到这种经济危机当中之后 这个社会治理将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很多公共体系 前段时间发生了黑龙江的 黑龙江的一个体育馆 突然间屋顶又塌了 其实屋顶塌 黑龙江体育馆屋顶塌 这个也就是大半年前也就发生过的事情 又再次发生 也是小孩学生在里面被砸死 那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政府的对社会的管理能力 就急剧的下降 还有说中国的地铁 好多地铁停 地铁发生问题的 这种事情在各地 频频爆发 有人预言中国的地铁 你政府经济恶化之后 政府没钱来管理这些市政工程之后 地铁很多城市的地铁很有可能会停 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中共他自己 你们大家去容忍这么一个愚蠢 腐败透顶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么一个组织继续统治着你 那结果就是 你所有的人为此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但所有这些代价相比起中国 我刚才说的中国人口急剧断崖式下降来说 都是小事 因为中国那个人口急剧断崖式下降 就面临着一个灭族的危险 人口的这列车是非常 惯性是很大的 你一旦掉到这个坑里面之后 你一旦不采取急剧的反措施 去扭乱 去纠正它 那你带来的后果将会是几代人的后果 好 连续来到这下 下午这里 拜拜